TOP 10 中性Office 香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Ranzo TOP 10 中性Office 香水 試試如果有反應的話,再出一個TOP 10 藍、TOP 10 淚 Let's go! 好,先來一個Honorable Mansion 同時講解一下這個List 究竟是什麼香水 Mantatarosa的Talento 有很多香水我都想放下來 都可以在Office 用 但是我在這個List 我就是想放一些很清潔、很乾淨 完全inoffensive的香水 這香水是一個有一點玫瑰 很薄荷的香味 聽起來就會有少少效 或者會有少少over了 在Office 中 但是聞起來是很清潔、很乾淨、很高級的 這香味 價錢都是少貴 但是這支我在TOP 10 夏天放在第十位 這支應該是最多人跟我說他買了的第十位 還要說這支是一個很少人認識的品牌 很多人跟我說他去試聞完整個Mantatarosa之後就買了 我想我放在Honorable Mansion 依然都會燒到大家 所以我放在這裡 這個Rose Mince的combo是很中性得利 其實很高級 但不是我想在這個List 介紹給大家的香水 第十位 一個很typical 非常office的香水 Terry Mugler Cologne 這支香水很久沒說過了 Story Time Terry Mugler這個Designer 他在摩洛哥酒店住完之後 對他有一個蕃茄的香味念念不忘 然後就帶一個蕃茄給Master Perfumer Oberta Maria去Copy這個蕃茄的香味 最後出來就是一個Soapy香 但一聞起來你會覺得 我沒聞過這樣的Soapy 都蠻特別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很簡單的Soapy香 但是一個真的蠻乾淨 同時有少許unique的Soapy香水 我覺得這支香水用來建工 或者Office用是很適合的 這支香水本身就是Unisex 非常之中性 但我放在第十位原因 就是因為有移膠所以蠻難找 它有其他版本比較容易找 但是這個最simple Simplistic的Cologne版本就好像比較難找 所以我放在第十位 價錢也是不錯的 那第十位 Terry Mugler Cologne 第九位 其實我想說這支香水很久 但是真的比較難找 有機會找到的話 建議大家真的試一下 這個是我沒說我的品牌 這個是Bottega Fanetta的Poco Palladiano V 我盡力了 Bottega Fanetta的香水 Poreoma 等等 也有很多其他設計師的香水 但是這支是他們 是不是叫高頂呢 他們出了一個系列叫Poco Palladiano 有羅馬手指 1 2 3 4 5 還有很多 雖然我自己喜歡的香水類別比較多 但是Green香水是我算是least favorite 如果你給了一堆香水 我試Green香水 我最後才會試那種 但是這支是我真的有一支很喜歡的Green Green 有少許Barbershop feel的香水 少許old fashion 但很有氣質的香味 所以我也覺得非常適合Office 很柔和 終於給我一個機會可以說 這支香水 這支香水也是很中性的 有少許草本 有些蘆丹枝 也有少許薄荷味 這支我當初一入手的時候 用了整個幾星期 因為香味八達得來 我也很喜歡 過幾星期已經很多了 大家不知道 連續覺得很棒 洗完澡又用 起來去哪裡也有用 而且這個瓶 大家知道Bottega Fanetta的Design 不論是銀包包包 鞋子 都是那種格仔紋的 看看這個香水瓶 突顯到那種格仔紋的 很漂亮 這個香水瓶真的很漂亮 完全貫切到這個品牌的Design 我很喜歡這些 代表到自己的品牌 這些Design 在Office用了 有少許草本的香味 我覺得都很清新 給大家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它清得來 後碟會有少許苦澀的香味 這個Concoction有少許奇怪怪 但很香的香味 術力我上癮了一段時間 直到現在我都很喜歡這個香味 正 不過真的比較難找 就算找到價錢 都應該是中上的 所以放在第九位 這支香水的香水師 是Daniela Andrea 這位調香師 就是Prada Loom 的香水師 就是Prada很多香水的調香師 放這支香水來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 說一說Prada Loom Prada Loom 其實因為這個中性 我懶得放在這裡 現在很難找 所以我也懶得說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的話 找到的話 是一支好好的Office香水 甚至第一 所以就 出自和Prada Loom 同一個香水師的 另一支香水 Hidden Jam 我沒見過有人說這支香水 Bottega Veneta Paco Palladiano V Yes 第九位 第八位 就是一支挺特別的香水 但大家一定要認識 這個是來自Niche Brand Eccentric Molecules 的Molecules O1 這個Brand 全部都是做一些 比較chemical的香水 就是chemical 不一定是特別差 這支呢 是這個list最inoffensive的 就是這個list 我最想給大家 就是那種乾淨 clean clean的 高級 不可以甜 不可以太citrus 不可以太high 太happy 正經乾淨的香水 這支真是很inoffensive inoffensive到一個點 你自己應該嗅不到 這支是一個 Molecule Base的香水 是用一個叫Isoe Super 的一個Molecule 一個chemical 這支香水你真的隨時噴都可以 因為呢 就算你噴多少下 你都沒嗅到 但是呢 它有一個 挺奇特的sandbubble 可能你一個身位的人是會嗅到的 你可能買回來 噴完自己嗅到 是一個很奇怪的體驗 我知道 如果你嗅到呢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有一點點好像Fetifer 輕的Fetifer 那種香味 一個Aries的香味 因為這支香水 香港某市民 亦都 這個體驗呢 可能會有點新奇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 blahblah 也都blahblah 所以就放在第幾位 第八位 最inoffensive的香味 也就是最light的一支香水 但是light出來呢 它是在這裡的 所以是有點奇怪 這個定位有點奇怪 我都不太懂得怎麼介紹它 但是 這支香水特別呢 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layering的話 就是你喜歡兩支香水 噴在一起 這支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噴了好像沒有噴 但是某程度上 可能幫到你這支香水 亦都突出一點 和溫和一點 第四個我覺得 跟blahblah的香水很搭配 因為你有一點點 slightly的woodiness blah的香水 你也知道 暗香時間差一點 所以其實是OK 可以一起噴 Bakarhush的泰濃 你就噴一下 然後你噴這個混合 其實我也覺得OK 因為很多香水 就算是多淡 就算是joe malone的香水 可能在office上噴 在一個室內環環境噴 其實很多不用香水的人 都會說你濃 這支你馬上噴完 都不會有人說你 嘩好濃啊 這個人有什麼噴香水 是這樣的 特別 比較太汗的話 比較容易出汗的話 這支香水又非常適合你 第八位 Molecule Owen 不建議大家blahblah 因為我怕大家聞不到 或者覺得太light 你有第七位 可能會有些驚嚇 MFK的724 MFK最新的香水 我前幾天才試聞完 這支我一聞就覺得 嘩 絕對是MFK裡面 最適合office的香水 老實說 剛剛拍完開商家單獨review 大家想看的話就出一下 因為我有很多其他片想出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興趣 可以直接不出的 大家留言告訴我 想不想看單獨介紹 如果會拍單獨介紹 我就不說太多了 它的香味就是一個 有一點檸檬 有一點floral 有一點musky的香水 整體是很uplifting的 因為這支香水是 inspired by 紐約的 724意思是24x7 7日24小時的意思 有一點好工作 那種大城市 每個人都衝過去上班 很有活力的感覺 而它也有一種好像很乾淨的白色襯衣 剛剛洗完的襯衣 有一種小小洗衣粉味 很乾淨很gentle的香水 但因為我未測試夠 performance我未很清楚 所以我暫時放第七位 之後測試完 可能再放其他列表 香味來講是不錯的 也都挺喜歡它的瓶 第七位 Miseum Francis Correction 最新的香水724 第六位 Lelabo的City Exclusive Gajak Tan 沒有Gajak Tan 這支是假裝的 Wishless本身最想試的香水 然後都不算失望的 是一支很好的香水 我做了街房 大家看街房都看到 其實真的好容易喜歡 都真的很多人給高分 街房之後 都有給朋友問一下 大部分人都會說是很舒服乾淨 一個不錯的香味 但是放第六位 兩個原因 留香時間不夠 而且有點太貴 By the way 現在9月 Lelabo的City Exclusive 如果有人想試 就快點衝去Lelabo試 因為只有9月 Lelabo才會有試City Exclusive 的系列 之前說我很想試Gajak Tan 的朋友記得快點去試 雖然我這段影片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但是我很肯定已經買完了 Anyway 這支香水雖然叫Gajak Tan Galaxy的香味 其實又不是很重 最主要是Musk 這支香水有四種不同的Musk 但是聞起來 都是有一種很乾淨的香味 在Office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環境 因為它的預測 和留香時間 真的太溫和了 Sense Bubble應該只有這麼少 只要比較近才會聞到 戶外基本上是很難會有人聞到 所以最好就是室內的環境 特別是Office 這支這麼乾淨 這麼clean的香水 非常之適合Office 非常非常 價錢 最近聽說原來現在買到4200 我又想過吃炒價買都是3000多 怎知原來現在門市還升了 所以Anyway 如果大家有些財力 大家覺得真的值得的話 就可以去沖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錢夠你買兩三支這個list的香水 這個list其他的香水都很棒 所以我放在大陸位 但是這支香水的香味 只是香味 是挺正的 大家去試試看 有些人覺得是Overrated 有些人覺得是Overpriced 試完再告訴我 Anyway Nelabo Galaxy 10 得六位 好 來到Top5 我又是不知道什麼牌 真的不知道什麼牌 這支先吧 這支是Creed的Silver Mountain Water Creed 大家認識的應該是Aventus Aventus最出名的香水 這支應該是現今計Aventus 第二的Best Seller 它同樣有Aventus的DNA 它是綠茶的香調 前調有少少Mandarin Orange 有少少Bergamot 整體來說乾淨 class 如果拿來上班 我拿來穿Office Centre 是有少少太高級了 我會覺得可能是比較適合高職位的Office Creed的香水也是那種皇家的香味 Aventus最近在街坊的表現不太好 但是這支我相信香港人來說是會比較喜歡的 是沒有一個Man 是完全不是Aventus的Man 是真的Gentle 這支是Unisex的 我知道這支是男士香水 但是直到聽過很多女生說 第一個他們入手的Creed香水 就是Silver Mountain Water 所以我覺得是幾中性的 你看看我的進線 我覺得比Aventus更漂亮 中文名叫什麼銀色山泉 是有少少那種高山 有少少空氣有些稀薄的感覺 Office的味道應該都是 哇 清新 挺高級 乾淨的Scent Office是完美 都沒有Aventus那麼貴的 應該是可以$2000元樓下 第五位 Creed的Silver Mountain Water 都是其中一支我最喜歡的Creed 好 第四位 第四位是來自Tom Ford的Udwood 這支都是Unisex的香水 那這支呢 應該不用我多說 應該是這個list最出名的香水 Tom Ford的Best Seller 很久沒有去聞香水啦 但是我聽說 聽說很多品牌同時加價 而Tom Ford加價的升幅呢 是有些厲害的 這支應該是沒有人會阻止到它 因為這支香水真的很棒 剛剛說了一些Moltecule Base的Moltecule One Green的香水 有少許茶味的Silver Mountain Water Musky的Galatane 很多不同的香水 這支來到一支Rudy的香水 Rudy的香水有時候很容易太重 特別是Udwood呢 就會有少少太Oriental 甚至有人是不喜歡Ud的嘛 而這支是將Ud那種高級感做到最正 最喜歡的一支香水 裏面的Ud是真的很清淡 是一個很高級的木味 男女都非常適合用 是那種很文質奔奔 很適合穿襯衣 這支香水是你可以Outdoor用 都夠用的 雖然留下時間 對這個價錢呢 可能真的差一點 即使你給Office 你穿一些比較formal setting的一些工種 這支都是非常適合的 是很溫文優雅 非常斯文有品味 這裏最穩陣的Blind Buy可能是這支 但是周圍要試 建議大家去試吧 入一坑香水的話 這支是現在的Must Try 都不用說太多了 這支Tom Ford的Udwood王牌 第四位 第三位 這支是藍色香水來的 但是我也覺得是女士可以用 就是Armwash的Reflection Man 原版 剛剛說很多種的香水 好像還沒說Floral的Office Scents 女士們當然可以用 這個是充滿Write Flora Jasmine Elang Elang 少許Tuber Rose 這支Compliment 我自己都獲得過不少 是一個很clean的香水 但是有些太高級 如果我不是穿衣服 帥帥帥帥帥帥 是不會噴這支香水 因為這支香水就是那種高級 試正 比較正經的香水 雖然是Floral 但是它不是很巧 是比較獨特的 有些少許Oriental 因為Armwash的香水 全部都是偏Oriental 香味來講是真的很classy 很gentle 很紳士 也是非常適合 穿衣服 所以Office 一流 一流 流香時間6小時 plus 它有一支更厲害的 concentration 叫Reflection 45 那支是超b-smoke 但是我覺得上班 還沒需要用到那些 這麼b-smoke的香水 噴上3個 100個小時應該還有 所以是剛剛好 可能下班 去Night Out 依然穿著比較formal的打扮 Reflection 你看看那瓶 真的值得擁有 第三位 Armwash的Reflection Man 第二位 是這支 剛剛我來扮Gayak 10的 Another 13 就是放在Lelabro Gayak 10有點太貴了 我覺得這支已經算是 在Lelabro裡面 比較像Gayak 10的一支香水 當然不一樣 它是比較偏Molecule Base 重一點的香水 很多觀眾跟我說 我買完之後用Another 13 好像嗅到 周圍的人都好像嗅不到 它又是一種Iso E Super 特別是Iso E Super 剛剛另一支 就是Molecule O1 好像真的經常會給你那種嗅到又嗅不到的感覺 為什麼這麼適合Office 就是因為它很舒服 即是不是很 playful 是一個working scent 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就跟Molecule O1 有一點好像體香的香味 噴了好像沒有噴香水 或者一些人嗅到你很香 就會懷疑 可能是你的體味 不是你噴香水的感覺 除了Iso E Super Ambergrish 還有一點Musk 可能它用了跟Gayak 10 跟其中可能像少少少的Musk 所以我覺得有點像 後調也有少少 也有一點木質調的氣色出來 也挺有氣質的 所以這支是很all-rounded in-offensive 正經適合Office的香水 真的不用說太多 這支Le Labo的其中一支Best Seller 第二位 Another 13 留香時間都OK 4個小時 6個小時 自己可能嗅不到 但應該在身邊還有這個香味 大約一個身位的projection 第一位 第一位究竟會是什麼 其實知道差不多 這支在Top5贏載價錢 這支是AMS的H24 這支真是Designer來說 我覺得真的最適合Office 特別是最近年新出的香水 等等 剛剛拍完 分真假 這支是真還是假的呢 是真的 不怕 價錢真的算是這個list 其中一支最底的香水 而且香味也是非常非常適合Office 很清很乾淨 少少Green 那種密測力 給你正經少少的感覺 當然AMS也有另一支香水 Terry AMS 我覺得也是蠻適合Office 但這支會比較少少 這支它一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比較普通 可能我預期太多 但是我之後發現 其實這支 可能男士和女士 其實都挺喜歡這個香味 可能是亞洲地區 比較喜歡這些 就是清清的 很簡單單 乾淨的香水就算了 所以這支 即使不是Office用 我覺得就算是平日出街 夏天 你什麼Office都好 都是很百搭的 就是你沒有腦子 搭的一支香水 都是可以的 而且很有那種文青的氣質 是一個 有些脆和的香味 如果你是一個嘗試的話 就可能未必適合 這支可能選擇Udude 或者其他 但是這支是簡單脆和 都是完全不會惹人 但是就未去到 可能你拉布 在Office噴都可以 Perfect 特別在這個價位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而且Performance 它未去到Beast Mode 但是去到8個小時 加減1個小時 都是OK的 噴在衣服呢 是可以垃圾成 Perfect 而且到處都可以試 也是非常affordable 因為說到尾 你晚上都噴的 都是一個挺長的消耗 而且剛剛說的 有些是要補盆的 所以其實應該很快就用完 你又要再買 性價比香味 都是非常不錯的 我知道有女士們 都喜歡用這支香水的 可能technically 這支是一支藍香 但是我以我所知 有女士都會用這支香水 因為這支 非常中性 所以建議女士們 都去試試這支 藍師們的話 為什麼我會放回第一位呢 因為我發現 其實女士們都蠻喜歡這支香味 可能真的 甜 清新 大家其實就是想要一些 簡單乾淨的香味 可能就未必需要去到好道德 所以這些香水完全是夠用的 第一位 對大部分人來說 最棒的top one的office scent 我覺得是偏身的一支designer Amis H24 好 來個總結 一支摩洛哥蕃茄味 Soapy乾淨 建功都可以的office scent Termuliffe Cologne 這個list是一支hidden gem Prada Lonti Bottega Veneta Pracco Palladiano V 這個list最inoffensive 在別人旁邊噴都不會覺得濃的香水 Molecule 01 Eccentric Molecule 一個大城市 很有energy MFK最新出的香水 724 Minsul Francisco 如果有少許預算的話 有很喜歡Musky 比較低調的香味 可以試試這支 Nelabo的Galactan 這個綠茶乾淨 高級的office香水 Cree的Self Around Water 很喜歡的木質調 斯文文質繆繆的香味 Tom Ford Wood 這個很gentle紳士 White Floral的香水 Amwashed Reflection 若忍若現 男女都很適合的體香 Office scent Another13 by Lelabo 性價比最高 最正的Office scent Amis H24 好 這影片出來了 喜歡我的comment like channel subscribe to這個channel 大家提議我做這個top10office香水 所以就馬上去做了 所以就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題材想要拍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還有 看看會不會想我skip了個秋天來拍其他的top10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